万门大学的同学们大家好 咱们接着来学习第38讲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量 这一节主要给大家说一说 估计资产可收回金额的基本方法 好我们看到说 估计资产可收回金额的基本方法呀 是有两个方法 而且这两个方法 或者叫选择这两个指标 都是根据可收回金额的确定来的 好我们分别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讲说 供应价值减去储值费用后的净额 第二个就讲说预期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这个现金流量指的是现金的净流了 就是现金的净流入扣掉现金的净流出的净额 在这两种情况下 两者取其高 这个叫做孰高 确定为这个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再用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与资产的期末账面价值去比较 如果说资产可收回金额高 我们账面价值低 这个没有问题 如果说我们账面价值高 可收回金额低 那就要考虑记忆提减值准备的问题了 好 我们下面分别来看一下 讲说资产的供应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的估计 说资产供应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通常反映的是资产如果被出售或者被处置时 可以收回的现金的净的流入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大家可以想象 我们这种供应价值减去处置费用的计量的这个方法 供应价值相对比较容易获得 当然处置费用的数据也比较容易获得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说到 如果企业无法可靠估计资产的供应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的 我们才考虑应当以该项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作为其可收回金额 那也就是说我们上一页说的这两种情况 一个是供应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一个是未来预期的现金流量的限值 这两个指标并不是说完全并列或者叫完全平行的关系 在我们选择这个指标的时候 准则的意思是让我们优先考虑供应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如果供应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可以取得并且这个净额已经比账免价值高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这个未来现金流量限值根本就不考虑了 我们只用这第一个指标就可以了 如果说我们这个供应价值减去费用后的这个净额 我们无法可靠的获得 就是后面这种情况 叫做无法可靠的估计资产的供应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那我们才相当于下一步 才考虑应当以该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作为其可收回金额的基础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这个并不是讲说两个指标完全平行的关系 好 我们说完这个 接下来看到 说那如果我们供应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获得不了 没办法 那我们只能用这个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的估计 对吧 我们只能用这个指标了 好 三个因素或者叫做三个指标 一个就是讲说呀 我们有一个这个现金流量每年的分布 我们每年这个现金流量无论是现金流入现金流出还是现金净流量 每年有一个分布 假如说五年期嘛 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 每年有不同的分布 并且我们有了这个现金的分布 我们就知道说那这个未来现金流量的这个年限就是五年嘛 所以一个我们有现金的分布一个有年限 还有我们要有一个折现率 在这三个指标都具备的情况下 我们才能谈到说计算这个未来现金流量限值的问题 这三个指标缺一不可 我们相当于拆开 说看一看应当如何去处理这个问题 说第一项我们要确定 资产预计使用寿命中预计产生的现金流入 这个地方是分开看我们第一项先要考虑现金流入 好第二项接下来说我们有了现金流入的分布 我们要考虑说我们为了能够真正的让企业获得这个现金流入 我们要和这个流入相匹配的发生多少成本 发生多少费用 这个就是所谓讲说 为实现现金流入所必须支付的现金的流出 这个地方强调的是流出 上面是流入 对吧这两者合计就是在每一年度 这两者合计是现金流入的净额 或者叫现金净流量都可以 好这两个指标确定之后 我们还要看到说资产使用寿命终结时 处置该项资产所收到的或者需要支付的净的现金的流量 这个像咱们前面讲规的资产时说到过 诸如这个气质费用的问题 对吧 我们在这个企业使用一项资产 这个资产在放弃使用以后 或者叫停止使用以后 到完全把它放弃之前 要发生一笔费用 我们叫气质费用 这个实质上是企业的一笔现金的净流出 所以说在这样情况下如果有类似这种费用 我们也要考虑进来 或者再比如说说我们有一些这个某一项这个资产 比如说这个煤矿 我们在气质之前 我们有这个开采的这个煤矿这个山体啊 这个植被的恢复的费用等等诸如此类都要考虑进来 这是在处置的那个时点发生的这个净的现金流入或者现金流出 好在这样情况下我们就说那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这个现金流量的净值 或者叫做这个现金流入的这个净值都可以在这样情况下再确定使用寿命 并且我们有相应的这个折现率 一般折现率在咱们会计上的考察不是特别的多 只是说题目会给咱们一个折现率 知道去用就好了 但是在比如咱们驻快考试的财管里 可能涉及到折现率的这个思考或者叫做这个考察会比较多一点 从道理上讲我们有风险的这个现金流量要用有风险的折现率 无风险的现金流量要用无风险的折现率 当然我们会计上一般只会题目给一个统一的折现率 大家用就可以了 在这相当于三个指标 确定了以后我们看到说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我们才能确定 由于上面咱们说了这种情况 是供应价值减去储值费用后的这个金额已经不可获得了 那这个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就作为资产可回收金额与账面价值去比较就可以了 好 那咱们这节课就讲到这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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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